Hello 大家好 我是宇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世博通的SW300這個機殼 那最近他們又推出了一台新的 就是這台SW300M 究竟這兩台機殼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今天就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吧 第一個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的差異 就是它的高度了 SW300M比SW300再矮一點點 那這就會影響到它能夠裝的主機板大小 像這個SW300M 它最大只能夠支援到Micro ATX的主機板 而它之前這台SW300 它是比較大台的 所以它可以支援到EATX的主機板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在選擇的時候 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 再來第二個差別 就是它們前面板的快拆方式了 這兩台都有前面板的快拆 之前有介紹過SW300是壓下去之後 這裡有個按鈕 壓下去然後就可以把前面把它搬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在SW300M上面它做了一點調整 它變成磁吸式的這個地方直接往下拉 它就可以拿出來了 所以這邊變成磁吸式的 那在這兩個的上面 這裡都是有濾網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去做清潔 那風扇的部分呢 在白色的這一台SW300M上面 它的顏色是白色的 所以它的風扇就也跟著配置白色的 那在這邊的話 它就是直接用一個透明的殼 再搭配白色的風扇 所以這一台來講 它的顏色是更加一體性的 不過我們其實也不能說這邊一體性不好 因為呢 它這三顆風扇是RGB風扇 它是有燈效的 那小台的這一台它目前是沒有燈效的 當然未來可能會出有燈效的版本 但是至少目前沒有 所以呢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低調一點 不要有光的話呢 那小台的這一台會比較適合你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絢麗一點 風扇是有光的 在轉動的時候有一些效果 那當然就會選大台的這一台 會比較適合你啦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那為了方便等一下說明 所以呢 我們就把SW300M叫它小台的 SW300就叫它大台的好了 那這邊的話 這兩台是在這個螺絲的部分 它都是採用防掉落螺絲 所以你不必擔心這個螺絲掉了之後搞丟了 或者是之後不見了 這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那再來在這兩台後面的風扇 都是使用12公分的風扇 比較特別的是大台的這台它是 RGB風扇是有燈效的 小台的是沒有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下面擋板的部分 這兩台的擋板都是使用那種 可以重複性使用的擋板 這樣一來也比較環保 二來是你今天拆掉之後 之後你想要把它裝回去是沒有問題的 那比較差異的地方應該是它擋板的數量了 這邊的數量因為它高度的關係 所以呢它就比較少一點點 那大台的自然就比較多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大台的這台它有直立顯卡的獨立孔位 而小台的這台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裝獨立顯卡的話 你就可以去買一條PCIE的延長線來試試看 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裝的時候要留意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的顯卡高度 跟你的CPU風扇會不會卡到 另外一個呢就是你顯卡的厚度 會不會跟旁邊的玻璃去卡到 這兩點是大家要評估一下的 最後就是電源艙的位置 這兩台都是採用下置電源 那等一下我們看完其他地方之後 再帶大家來看一下機殼裡面 裡面也是有一些相關設計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玻璃的這一側 這兩台在這邊都是採用了 無打孔的滿板大玻璃 所以都可以完整的看到整個機箱的內部 把玻璃翻過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大台的或者是小台的 它都有用金屬的邊框去把玻璃給包起來 然後在上面這個地方 也都有用軟墊去保護玻璃 這樣讓你在裝上去的時候 可以盡可能的減少碰撞 我覺得這部分的設計都是非常不錯的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機殼的上方 它的上方配置其實差不了太多 首先是電源鍵這個兩邊都是一樣的 第二顆按鍵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小台的這台它是沒有LED燈的 所以它第二顆按鍵設計成了重新開機鍵 而這一台因為它是有LED燈效的 所以第二顆它就作為了LED燈效的控制鍵 第三個它是USB 3.0的插槽 雖然說這裡面是用白色的但是它是3.0 然後這邊也是藍色的但是它也是3.0 再來就是麥克風跟耳機這個兩邊都是一樣的 這個USB 3.0的插槽也是完全一樣的 接下來這裡我覺得還不錯 這兩台都各自設計了一個Type-C的插槽 而且它是USB 3.1 Gen2的插槽 那Gen2跟一般Gen1的插槽速度是差一倍的 所以這個東西它的規格給的還蠻足夠的 再來上面這個地方它還有磁吸式的防塵網 可以直接拿起來去做清潔 兩邊都是大台小台都有這個防塵網 那這個就可以防止一些灰塵 直接落下來的灰塵進到機殼裡面 所以這東西我個人是覺得它是還蠻重要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機殼的底部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機殼的底部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首先這邊有看到他們這個銀色圓柱的一個底座設計 這個底座我個人覺得是還蠻漂亮的 再來這個底下兩台都有防塵網 那這防塵網都是可以拿起來去做清潔的 這樣可以避免電源把灰塵給吸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設計也是蠻重要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機殼內部的設計 首先這兩台機殼都是前面三顆風扇 然後後面有一顆風扇的設計 這樣的話可以前面三顆風扇把冷空氣吸進來 那降溫之後再從後方把這個熱空氣給排出去 這樣的話對於散熱來講是蠻有幫助的 那當然前面這邊你想要把它換成水冷排也是沒有問題的 包含上面這裡你想要再加裝風扇也是沒有問題 或者是你要加裝水冷排也都是OK的 甚至說電源艙這邊你想要再加風扇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是不需要那麼多的風扇 再來就是它電源艙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沒有挖孔的 所以你就看不到電源的品牌 但是這個這邊是有挖孔的 所以如果你的電源的品牌是想被人家看到的 那這個地方有挖孔你是比較容易可以看得見的 再來主機板的部分 剛剛有跟大家說明過了 小台的這一台因為空間的關係 它最多只能夠支援到Micro ATX的主機板 而大台的這一台 它是可以支援到EATX的主機板 不過在CPU風扇的高度上 這兩台又不太一樣了喔 這一台它其實深度稍微的略深一點點 所以它的CPU風扇 最高是可以支援到16.6公分的 那大台這台 它的CPU風扇高度是支援到16.3公分 雖然比起小台的這台少了0.3公分 不過因為現在主流的CPU風扇 大概都在16公分以內 所以不論是小台的或者是大台的 在支援性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就來看一下顯示卡長度 官網標示這台的顯示卡長度 是可以到35公分的 不過這邊要提醒一下 它的35公分是把這些風扇 換到機殼的外側去 才可以有35公分 這邊我是覺得其實 世伯通他們可以一開始 就把這三個風扇裝在外側 這樣的話就不會有 萬一顯卡長度不夠 還需要自己再裝過去的問題了 那大台這台的話 它的顯卡長度是支援到34.5公分 那這34.5公分就是已經把這個風扇都算進去了 這風扇其實已經是裝在外側了 它不是鎖在內側的 它是鎖在外側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也不用太擔心 直接就是34.5公分 你就不需要再去拆風扇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走線孔 小台的這台下面這裡三個 上面這裡三個大的 還有這裡兩個 還有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小台的設計 那大台其實也差不了太多 也是這邊三個 然後這裡一個 還有一個大的 上面也有三個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這個地方它是有膠套在這個位置的 所以這是這兩台比較主要的一個差異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背面的部分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差異就是 這個燈效控制板 這個是只有大台的才有 小台的是沒有的 那另外可以看到一個差異就是 放硬碟的空間 這裡它只能夠放一個SSD 但是這個它是可以放SSD也可以放HDD的 那其他的設計呢 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底下這裡呢 都有它的零件盒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零件盒 那我先把它拿出來 然後來講一下它下面的這個硬碟支架 這兩個硬碟支架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顏色上的差異而已喔 那這個呢下面都有簡陣螺絲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放SSD跟HDD 總共可以放兩個 一個下面一個上面這樣子 那你可以注意到呢 它這個裡面是有很多個洞的有沒有 所以它可以自己去設計 你如果想要放前面一點 你就放前面一點 想放後面一點 就放後面一點 那螺絲都是不用拆的 因為它整個是快拆的設計 所以直接放進去之後 對準這個洞 放進去之後往前推 它就可以卡進了 所以呢 這是它設計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後面一點的話呢 你就把它挪到後面這裡來 一樣放進去之後 往前推過去 它就卡住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啊 因為現在很多都M.2的SSD了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用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把它拿掉 這樣子 你就不需要用到它了 那裡面的空間呢 就可以更大 那你這個地方就可以作為 長線的一個區域 那同時也可以增加它的散熱 所以這兩台在硬碟架的部分 設計是一樣的 另外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電源的防震條 在小台的這台 它是使用防震條的方式 也就是在這裡面 總共有兩條 但是在大台的這台呢 你可以發現它就不是一條一條的 它是用墊子 所以它是四個防震墊 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的設計呢 它其實也是不太一樣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零件盒裡面的東西 其實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小台的呢 它有一些束帶 然後還有這種魔鬼沾的活動式束帶 再來是螺絲包 那它螺絲包裡面呢 是有一個螺絲套筒的 這個東西 一般是在比較高級的機殼上 柴柳 還有附在裡面 然後再來是它們的蜂鳴器 以及這邊是這個防塵塞 我們剛剛上面所有的插孔 這裡都有防塵塞 那大台的也是一樣 一些束帶 然後活動式的魔鬼沾束帶 還有套筒 可是這個套筒不知道為什麼它是另外放的 然後螺絲包 還有它這個蜂鳴器 以及這個叫做防塵塞 就是這些東西呢 是完全一樣的 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這兩個世伯通的機殼 它們到底差異在哪裡 然後又有哪些地方是一樣的 那世伯通也非常佛心的 想要把這兩個機殼送給大家 所以等一下最後我們會有抽獎的環節 那我會告訴大家 你要怎麼去抽這兩個機殼 那在這之前呢 我還是先幫大家總結一下這兩個機殼 它們分別適合哪些族群好了 首先是這台SW300 就是大台的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有燈效的 或者是說你的主機板 可能會選到eATX這種比較大的主機板 那你就應該要選擇這一台 因為它就是比較大的台 你才能夠符合你規格上的要求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希望低調一點 不要發光 晚上不會影響你睡覺 那你就可能可以選擇這台小台的SW300M 那或者說你想要低調一點 然後你的主機板不會選太大的話 也是可以選擇它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它們高度上的差異 所以你要評估一下你放電腦的空間 它的高度是不是可以放得下你的電腦 我覺得這點也是滿重要的 那另外呢 你也要評估一下我們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硬體限制 比如說顯卡的長度啊 CPU的風扇高度啊等等的 然後再去決定說哪一個機殼 是能夠裝得進你的硬體的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機殼 它們的設計都是非常不錯的 包含它們的磁吸濾網 然後又有Type-C Gen2的前置插槽 那另外呢 它們前面三個風扇 後面一個風扇的散熱配置 以及它們的後面擋板 是可以活動的 也就是你可以拆掉之後 還可以再裝回去 這些都是相當不錯的 那像我自己平常在組裝的話 其實我實在滿喜歡它那個活動式硬碟架的設計 因為不需要我就可以把它拿掉 這樣真的是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空間了 那最後我們來講一下怎麼參加抽獎吧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分享這部影片 然後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告訴我你比較喜歡哪一個機殼 或者是你比較喜歡它的哪一個特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來自我 我先自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